好 现在我们说一下我的这个Devlet的课 这个课呢 其实是源自于这个思科的Devlet 当然呢 开始我讲过一个Devlet CCNA 后来觉得不好 然后呢 又做了一个升级 所以说呢 顺便说一下 那个Devlet CCNA呢 现在不用看了 你看Devlet的部分呢 看我现在讲的这个 专门为乔小班 自动化用回班 然后开着这个Devlet也就好了 以前呢 它有个名字叫做HTTP协议 后来呢 我把改名 改成了我的这个 强务班 自动化用回班的这么一个Devlet 既然源自于思科的Devlet 名字呢 也跟别人学的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思科的这个Devlet怎么回事 那么为什么我现在不怎么做思科的官方呢 那么为什么要自己做一个我属于我自己的 那么属于我自己的Devlet 属于我自己的这个自动化运维的这个全套的课 我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我说一下它的官方的 反正我觉得它的官方的培训的一些问题 我给大家说这一楼要读完 但是最近各种事特别忙 所以说那本书到现在为止也读了一张 然后后面的还没读 但是一定会给大家读的 大家等着我一定会给大家读的 不要着急 那么我觉得吧 那本书一定要读 至少你应该听听我把这本 你最好你自己读会好一些 那么至少你也听听我来给你读 那么我觉得基本上就差不多 你有Python基础 然后你再听我把这个Devlet cc那本书读一遍 那么我觉得这个NA就可以了 但我觉得这东西必须要学 因为它有一些非常通用的知识 其实这个知识不一定是思科可能其他 导致也可以用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必要学的 我也会非常认真的给大家读一遍 它的CCNA的书 非常推荐大家 如果你能够自己看的话 建议你自己看一遍 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个真的值得学 因为很多通用知识都在里面 NPIE我就不太看好了 我来说一下我的 我对它的看法吧 这是我一直以来对它的NP和IE的看法 是这么回事 我看到它的NP级别了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NP级别的课 这是NA的 NA我非常推荐 你们可以一次好好学习一下 那么我觉得 我给你好好读一遍的书 然后你把我拍到技术学了 然后你如果说你学了我自动化 用这个班基本上就可以了 这边说我会好好给你读 稍微等会儿 现在这个月也很忙 好吧 有时间你一定可以给它读的 好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觉得 这个课没法讲 而且我都觉得它IE也没法考 首先第一个 这个世界上API千千万万 那么斯科的API 当然斯科的API也是个缺这个玩意儿 应该这么说 那么按理说AWS的API AWS的产品可不比斯科少 VMV要说比斯科少 比少的也有限 但是呢 别人做的特别好 首先别人是原生API 别人是天生的API 那么图形化界面都是配套的 那么而且呢 像AWS就一个API的入口 就一个Python module 就一套文档 而且文档超级的权 用统一的格式全部搞定 虽然说别人多 但是别人就一个文档 就一个文档中心 然后呢 一个入口 一个Python module 全部搞定 别人做的就这么好 VMV基本上也这样的 也是一个 基本上就是一个入口 一个API的方案 然后呢 基本上一个文档 那基本上也就搞定了 而且也是原生API的 那么 所以别人学起来都比较简单 真的就没什么特别大的技术含量 说实爱的AWS 别人做的太好了 就基本上谷歌一收 一抄就结束了 就特别简单 斯科呢 说实爱的 真要谁在意 我这么想骂人 都可以讲 斯科这个破玩意儿 这么想骂人 斯科吧 他产品多 是多 其实也没有别人AWS多 但是呢 他是每一个产品 都是不同团队 当然那你也知道 斯科一直在收购嘛 都是收购过来的 所以说每一个产品 那是一个团队 每一个团队有自己的想法 每一个团队搞到自己的API 每一个团队的API 都他妈不一样 就他妈这么缺德 就他妈这么傻逼 特别是我觉得什么印度阿三 我估计是印度阿三 那帮哥们儿 老子那妈不正常 各种产品 各种API 各种想法 各种思路 通通他妈不一样 所以说你不学CCI 真他妈搞不定 我这么讲 这就是这个 斯科这个破玩儿 好 当然了 确实是 确实是就是 你不了解的话 基本上是确实搞不定的 但是呢 有人说 那既然那么复杂 那我们就应该去 好好地去学习呗 但我觉得 你的思路是不正常的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他的课 企业的解决方案 也就是EI相关的 协作相关的 水中心相关的 运营商相关的 安全相关的 然后还有一个DevOps 还有一个IoT 互联网 还有Wilex 我学 我一直在说 什么叫自动化 就是说 首先你要对这个事 特别了解 比如说 我是专门面向网络的 这个Python自动化的 这么一个课程 那么你不懂网络 那你就别学我的课了 对吧 你首先你懂网络 你首先呢 你知道网络的 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呢 你知道你的目标 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东西 我要干什么 我们学到自动化 要做什么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了解 网络是什么 你要了解 你要做什么 而且你要知道 你想做什么样的自动化 你不懂Python 这不重要 Python那些 那些都不重要 说实在的 这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要懂网络 你要 你要懂运维 你要知道 你要做什么 Python那些 都是不重要的 说实在的 那些都是次要的 但是你网络 这一块 你必须得特别明白 所以说呢 其实所谓的 这些自动化 最重要的 那么 你要做协作的自动化 你必须要把协作 搞明白了 协作的基本概念 协作的一些实验 你基本上都得做 概念都得明白 而且你知道 你知道你想做什么 你希望怎么去做自动化 如果说你这个弄完了 其实所谓的那些 Python相关的 API相关的 都很简单 虽然说 是个很缺心眼 但是呢 其实你只要找到 相应的文档 虽然说它每个都不一样 但是每一个都有 不同的文档 那你找到了一个文档 你有它的CCNA的基础 那么 基本上也就结束了 所以说呢 最重要的不是Python 不是自动化 在一块说实在的 最重要的是 你要对这个技术 本身要有理解 你理解了之后 然后你再懂一些 CCNA的技术知识 然后呢 比如说再学一下 我的这个DevLight的课程 把一些最通用的概念 给理解了 那么再给你讲一些 那么API的相应一些 大的套路 那么也就可以了 所以说反而就 Python这一块吧 自动化这一块 其实简单 把文档找到 基本上就 我说把文档找到 80%的问题就解决了 OK 那么 最关键的是你 对这个技术的理解 我不可能说 我给你讲个自动化 就是我给你讲个自动化 你不懂协作 哇咔咔咔 我给你讲协作 我给你讲自动化 你说不懂 不懂数学中心 咔我讲 讲数学中心 你我讲自动化 你不懂安全 如果咔咔咔咔 你讲安全 我安全讲三个月 好不好 所以说呢 这玩意儿 我觉得我推荐大家的学习路线 是这样的 就是你要做什么自动化 你先把那个东西 大概的协作呀 相关的东西 数学中心啊 运营商啊 和安全 这东西你先闹明白了 你就是你本身是一个 这方面的还算不错的技术人员 然后呢 就说我什么都了解啊 我也希望做一些自动化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再学一下CCNA 然后呢 再学学这个Devlet 我觉得吧 基本上就可以搞定了 OK 这是一个学习路线 就是你必须把前面的技术学明白 然后再学自动化 你不能说 我跟你讲自动化 我跟你讲那个 我跟你讲数学中心 你啥也不知道 你听个啥呢 对吧 那我跟你讲安全 你也不知道 你来干嘛呢 对吧 我跟你讲协作 你协作不知道 跟我一样 对吧 那我怎么讲呢 你这有意思吧 所以说学这东西 一定要把前端搞明白 自动化都是需要的 自动化都是很简单的 有需求就一定搞得定 这个不难 我们学的这些Devlet 还有它的CCNA学 学这个基本的概念 然后Devlet呢 讲基本套路 你了解概念 了解套路 啥 API都差不多 特别简单 就是你查查文档 抄一抄就结束的事 自动化没有你想着干嘛 有点基本概念 有点套路 就差不多了 真的难的 还是这个玩儿 数学中心 协作安全的运营商 这东西 这个就太难了 这个知识量太大了 所以说呢 我真的搞不懂 这个IE他幸亏没出 我真的也不知道 他IE他们想怎么考 这怎么考啊 都考一点吗 这我难以想象啊 这个这我难以想象 就是说IE怎么考 就说是不是什么都考一点 运营商 你考一点 协作考一点 数学中心考一点 这个安全考一点 物联网考一点 YBS考一点 我天 这个是一个有极其神龙的 这种水平的IE啊 EI一个IE 协作一个IE 数学中心一个IE 运营商一个IE 安全一个IE 这五个IE 是吧 独线再来一个吧 六个IE吧 对吧 至少这已经六个IE了 你再把物联网 我再懂一点 Winebox再懂一点 我自动 DevOps再懂一点 我天 这是什么人呢 这是什么档次的level 然后呢 你再什么都考 我不敢相信啊 就是什么都考 还是的话 自动化很简单 这些概念太难了 所以说我建议你 你应该把前面的概念 如果说想做某一方面的自动化 你先把某一方面的知识 让我明白了 然后再了解一下 听听我的WSCNA读书 然后再看看我的WSCNA读书 了解一下套路 了解基本协议 了解套路 就够了 这才是思路 这才是学习的方案 而不是说你真的 你这些东西都不懂 你愣学 愣学学不了 我给你讲明白 你也听不懂 而且我也没法都给你讲 协作我不懂好吗 我真不懂协作好吧 然后呢 Wiwax 说实在的我也不大懂 对吧 我也不懂 我也没法给你讲 好吧 所以说呢 其实就是把前面的技术搞完 CCNA聊点基本概念 DevLite 聊点基本套路 就可以了 所以说他这个我真的不敢想想相信这个东西怎么讲 然后或者说CCIE怎么好 我理解不了 这个我觉得这个学习思路也不正常 好吧 好 那么这就是我的对DevLite的一个介绍 也把我心目当中的一个学习路线图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OK好 我顺便再说一下我的这个课 我这个课大概要讲什么 我们来大概看看 我这个课大概会讲 首先会讲比较重要的是Botor Flask 就是迷你框架 这是HTTP的迷你框架 我们讲过Jungle的重型框架 重型 比如说你要你要开发一个网站 我建议你用重型框架来做 那么迷你框架呢 就是简单的做一个HTTP的这么一个web服务器 OK好 然后request request是今天要讲的 就这个比较重要 这是那个python的HTTP的模块 这个要了解的非常细致 因为其实很多的EPI 无非都是HTTPs来调用的 你把HTTPs调用了 你把HTTPs 你把request玩6了 你把request玩6了 然后呢 你把文档找到了 你照着那个抄改成request模块 事就结束了 所以说呢 request模块特别重要 你要玩的特别6 因为它在HTTP的客户端 那然后它玩6了 你只要把文档找到 基本上这个战斗就结束 我觉得啊 好 然后呢 这个bottle和flask呢 我来解释一下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讲 这个经典协议的时候 我们用socket的 UDPsocket的 TCPsocket的 咱们做过服务器 对吧 当然我说过 那个如果说你要实现一个客户 和服务器 这些通讯的话 你不应该去 如果说要做 他们通讯的话 你不应该去用socket来做 socket太麻烦了 什么运发也没有做好 然后呢 这个包大了 还需要额外的处理 都特别麻烦 我说呢 如果说你要做一个服务器和一个客户端进行通讯这个需求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呢 用bottle和flask 做一个 http的 服务器 然后用request作为客户端 然后 然后来做https通讯 里面呢 你发送一些json的数据 OK 然后呢 你知道json数据里面 其实可以把一些文件都可以放到里面 一些信息可以放到里面 所以呢 这是一个比较推荐的方案 所以说今天呢 我们会用bottle和flask呢 建一个服务器 然后request呢 然后呢来去跟这个服务器进行通讯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服务器也讲了 这个request什么块也讲了 两头服务器和客户端都讲了 而且这样的话 便于未来 你也可以实现这么一个客户服务器之间的这么一个设计 那么客户服务器的通讯在这个代码里面其实都会有 好 然后紧接着呢就是比较经典的三个算是API的协议吧 一个是rest的API 那么我会拿ASA来举例子 那么letconf是比较重要的 我会拿iOS XE来举例子 restconf呢 也会拿iOS XE来举例子 然后呢 第六个部分呢 其实讲的这个就是四颗路由器的容器技术 四颗路由器呢 iOS XE in Linux的 它这是容器啊 然后呢 它其实自身就有一个guest share这么一个容器 那么你到那个他的这个guest share里面呢 其实就内建了python 内建了一些操纵这个iOS XE的这些模块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 就是通过路由器自身的python来做一些路由器相关的自动化 那么我们会讲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自己封装一些 的Docker的镜像 然后呢 把它把它这个镜像 那么放到这个 放到这个这个iOS XE上面去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外博服务器的镜像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镜像加载到这个iOS XE上面去 那么也是可以的 好 然后最后呢 我们会介绍这个beautiful super这个模块和爬松基础 是这么回事啊 应该说我们的http那么其实有两个用途 一个就是说呢我们传统世界的自动化 传统世界自动化就是说这个网络设备它没有API就是提供了个网页 人就在看网页就点点点点点点那么这叫传统世界那么传统世界没有API那么我们的request模块那么可以在传统世界中就没有API就是网页这种形式来点点点这种情况我们能做自动化吗当然没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request来发起各种请求你你人能够发起的请求request模块都能发起发起没问题就跟那个letmico发起的命令没问题request发起的一些请求也没问题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想想letmico你发起了你得到一个字符算是不是需要正值表来看懂那个响应呢 对吧你需要来看懂这个响应对吧那么request也可以帮你发起但是他给你回了一个html的页面你能看得懂吗那么python有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 无块能够看懂一个html呢那么就需要学beautiful super就要学爬松的基础其实这个所谓的爬松不是说真的我们要去爬一些别人的站点其实这个爬松主要是通过beautiful super能够看懂返回的页面里面的数据就跟那个用正值表来是来看懂这个ssh敲完命令之后回显一样那么就正值表来是你必须要学一样如果没有正值表来是你的你的ssh拍子的ssh是没有眼睛的那么 beautiful super也是比较学一样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那么相当于你的request模块在发起请求的时候也是没有眼睛的也根本看不懂这个服务器到底给回了什么啊所以我会见到beautiful super会见到爬松然后了解那么怎么去读懂一个html里面的相应的东西那这样的话request可以发起然后beautiful super能够看懂那么这样的话基本上传统世界的自动化就没问题了好当然了当然了他既可以支持传统世界的自动化那么也可以支持新世界的 那么这些API的自动化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啊上来呢我们会讲这个bottle flask做sowerrequest做客户端那么这么一种架构啊把他把这个三个模块都会讲一下然后呢三个经典的这个API的协议然后呢我们的iOS内建的python和容器技术 然后呢beautiful super这个这个模块和爬松基础那么做传统世界的自动化好这就是这个课程的这个整体设计 然后最终呢我们大概会做成这么一个效果就是说呢啊这是我这是Win10大家知道就是我的pychang在上面然后呢我的代码呢应该在这个sender8里面来运行 然后呢最终呢我们会通过这个啊RES API来对这几个网络设备 csr1csr2和asa来做配置全自动化的配置啊好做完之后呢然后呢这个Win7呢就能够通过这个路由通过防火墙通过它的let然后访问啊这个iOS iOS Xe的server这个呢其实就是一台路由器但是呢我们准备啊封装一个Docker镜像啊然后里面一个外部服务器然后呢把这个镜像呢加载到这个路由器上面相当于就是它就已经变了一个服务器了一个外部服务器了啊然后呢能够访问这个上面那个容器所提供的外部服务器啊这个容器呢是以镜像的形式托管到这个iOS Xe的这个Ninic上面去好基本上呢这就是一个这个整个课程的CM 目标OK我们会在过程当中的学习很多的知识好那么我对课程的介绍了先到这儿那么即将开始后面的正式课